哼于中而心于外 起码给父母一个精神的 失良精神的安慰 我们要常常关心父母 给他一个温暖 叫他高兴 那么应该怎么样 称者行婚者定 早晨起来 第一眼看到妈妈 看到父亲 应该道一声早 妈妈早 你老婆昨天睡得好吗 哎呀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多穿衣服啊 你关心两句话 不要花钱 这叫精神失良 给他吃的精神失良 给他一盏温暖 这个话 我们做孩子都要 都要应该说的 悠小一致说 说到了大 在我们天津 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 老师天天强调自己的话 哎呀 称者行婚者定 出必告反必面 我天天讲讲的话 我们不做不可以 再说我看到我们的父母 我们父母对主父母 也是这样的 我们不做也不可以 那么你们现在都是大学毕业 大学生 高中专科 应该既读孔梦之书 必行孔梦之礼 那么是不是早上起来 见到父母有请安没有 大家有没有请安 有 没有普遍 我准保你们没有普遍 几乎啊 没有 见到父母看看 你看我我看你 老人说这孩子 早上都不讲话 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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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眼睛小眼 不知理 这个在我们古 古的时候啊 我也不是古人啊 在我们早点的时候 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通不过去 一定要教 一定要做 那么 婚者定 婚就是晚上 父母还没有入睡 我们做儿女的 做儿媳妇的 一定要去照顾一下 门帐了 背了 蚊子香了 一些 观照一下 就是他们都准备好了 你们要看一下 需要怎么样啊 你看 蚊帐挂着好 好好好 你看 你老休息吧 明天见 你给他讲两句话 你再出去 这都是礼貌 叫父母高高兴兴 样者志其乐 样就是供养父母 现在你们是在校读书 父母都给你们吃 给你们穿 给你们住 那么将来以后 再过十年以后 你们又要供养父母了 养儿方劳 鸡骨方鸡啊 那时候你供养父母 叫你父母快快乐的 人生的快乐是莫归于天伦之乐 天伦之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没有天伦之乐 这个人是很苦的一个人 没有儿女欢债罢了啊 有了儿女没有天伦之乐 是最伤心 最难过 最痛苦的一个老人 你们给父母 供养他 好吃的给父母吃 好穿的衣服给父母穿 好住的房子给父母住 有钱给父母用 叫他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他可以多活几年 这都是你们 我们尽孝了 那么病者日期有 病就是父母有病 父母有病 就儿女应该忧愁 不要说 哎呀病都病吧 老的就有病 病都死 我也没有办法 我们不能这么想 那个有父母有病 是我们暴能还债的一个机会啊 老人有病 需要人关心 需要给他照顾 需要温暖 甚至于 煎汤脑药 送药 给他都要都要 儿子亲身来照顾他 啊 儿子照顾他 儿媳妇照顾他 然后才轮到女孩子照顾他 所以你们这个这代 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 老年人的心底 老年人的心底 老年人的希望 可能你太不太知道 那么我呢 半到四十来年啊 对在这个 遇到老太太很多 老先生很多 所以我说 给他聊天了 给他谈话 聊天 讲讲话的时候 我了解他 啊 了解他什么 他 而这个老人家有病 心里面很空虚 他这个病 有病很痛苦 有病痛 很空虚啊 啊 很痛苦 他需要一个人温暖他 给他照顾他 最最希望人关心他 老年人心里这样子 啊 你抱他 不你不理他 你你都不管他 那年龄一种也不 也不早不看他 说这个 呃 做父母他会哭啊 他会难过 他会痛苦 所以你们这 你们边前的这一代啊 你如果你修到半年